作曲 李宗盛 想你的世界 和你眼神都相同 当你心中的彩虹 穿星在巅峰 而我就在你身边 心也随着你跳动 曲折和冒险 为你实现这蜕变 守护你的特别 我的直觉 一起到未来 以爱致命 真心不变 快乐幻眼 直到你出现 给我勇气的热烈 陪我赢的重重考验 直到你曾经握时间 我们的梦 都一起并肩 注释你 决定实现 到达我们 未来明天 我等你 等你 咱好好放送 放送 谢谢 谢谢 田文总 你好 您好 再加点水 喂 心依啊 你今儿动门聚餐 预前零总没来啊 今天是那个 项目一部的黄杰过生日 他们早就约好了 好 好 黄杰过生日 你加上什么吗 不用了 你们点吧 我今天是这两个 谢谢 谢谢 我们一定的位置在这里 好 千玲 你们也约在这儿啊 原来你们也选在这儿啊 今天是黄杰的生日 那一起吧 对啊 一起啊 一起啊 来啊 我们一起 好 那个服务员 这个麻烦你帮我放一下 谢谢 让不错 听说公司最近要组织联谊会 你们谁去啊 都去吧 单身的都得去啊 咱们得打破这 爱迪圈笔直链 什么笔直链 爱迪圈的男人们呢 有个不成文的怪圈 号称站在金字塔尖的人 不是专业能力最强 而是有专业能力 还得有老婆的程序员 其次呢 就是有女朋友的程序员 最底端 单身狗程序员 什么呀 我就有女朋友 为总有老婆 小叔都有孩子了呢 你们这藏得够深的呀 一个个的 那就咱俩了 你去不去 我就不去了 我女朋友管的严 女朋友 什么意思 藏得够深的呀 深藏不住啊 顾总 顾总 看不出来呀 对啊 我们分享一下 讲一讲啊 顾总 顾总 天凌 天凌 我来啦 哎 黄杰 这儿 刚好他们都在 要不然一起吃吧 对 咱一块吧 这么巧呢 大家好 我今天预算只有三百块钱 这么多人我造不动了 你放心啊 今天是姜总请客随便吃 拿来 来来来 你坐这儿 你坐 这就 那个 今天我请客啊 就当第九事业部 送你生日礼物了 呀呀呀 那我就真的是不客气了啊 也客气了 坐坐坐坐 谢谢 谢谢 你们在聊什么呢 这么热闹 顾总说 他有女朋友了 是啊 顾总有女朋友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 保密 保密 跟我们还保密 对啊 这是 早晚大家得得通道啊 保密 是不是您 保密啊 老张叫 顾总 您有女朋友之后 我们都不知道 那是不是得给我们 看看照片啊 大家都想看 是不是 是啊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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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 真的有照片啊 肯定很漂亮 算了 我女朋友比她害羞 不爱不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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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还好想帮顾总介绍对象了 结果人家连照片都没看 就说她不喜欢这种类型的 原来是遇到理想型了呀 原来是遇到理想型了呀 这早有理想型了吧 也不能说是理想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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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说 我女朋友什么样 我理想型就是什么样 我理想型就是什么样 女朋友啊 女朋友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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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今天是黄杰生日啊 我给你递来个蛋糕 哇 谢谢 方圆 蛋糕 谢谢 生日快乐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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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点啥蜡烛 为黄杰同学奏上生日歌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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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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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咱打道恢复啊 嗯 呼员结账 已经买过了 我带 我女朋友请她家吃个饭 谢谢顾总啊 谢谢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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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好吧 我顺悟 我怎么不知道 你有你女朋友的照片啊 想看吗 嗯 这本这本《深入情男》我之前也看过 我觉得这上面的作品 选得真的好 它可以把伤害的那种压迫感 还有神秘感 都给拍出来 对吧 我也这么觉得 你看啊 比如说这个章鱼 如果呢 它换一种形态 再加上一些鳞片 是不是可以做成一个 海底异兽啊 是挺像的 说实话 我早就想在狭路里面 加一个海洋的地图了 里面那些异兽 它上面的那些闪电的波纹啊 就可以加一些完全不属 宋政 你昨天教的那份战斗系统 需要重新再升级 再改一份吧 好 那忙完再聊 强林 嗯 这是我跟你说过的人物开架参考图 看看吧 什么呀 没说过开架啊 嗯 早上空腹喝咖啡容易胃痛 抽屉第一层有点痴 别喝太多奶茶啊 抽屉第二层有其他选择 嗯 买了个新杯子给你 在沙水间 完黄酒 你怎么说过去的 这一天 我们干的 你怎么可能是在门? 我吧 还不想吃了 你怎么可能是在门? 不想吃了 你怎么可能是在门? 你怎么可能是在门 你怎么可能是在门? 你怎么可能是在门? 谢谢 不要 不要 路总 你这个评委 在某一天 可爱 可爱 想喝女朋友冲的咖啡 好 你的一切 你就在我的身边 梦的祭奠 你早已出现 每一天 诶 都在 来喝咖啡啊 嗯 哦 我让她帮我冲 她冲的 好喝 哦 你要吗 哦 不用不用 我去洗手间 靠近我的身边 洒下光点 盛开无数的想念 我心跳热烈 开始无法控制 想你的一切 你就在我的身边 梦的祭奠 你早已出现 每一天 我的梦 为你实现 每一天 我的梦 为你实现 如果这个板块要修改的话 能多给点时间吗 我可以去协调一下 你觉得三天时间空吗 喂 蒋居南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就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更不容易 你真的不要给我送花 送花 我什么时候给 虽然我们分手了 但还是朋友嘛 今天你生日 作为朋友 送你一束花 也是应该的吧 行 那这束花我收了 以后你就不要 以后不会有了 你说过吗 好聚好赛 对不起啊 乔总 我忘了 你仔细想想 还有什么没取消的 上次你叫我订的那个餐厅 你说今天是带她去的 我 我也忘了 送我助理真是难为你了 既然取消不了了 既然取消不了了 那咱俩去吧 往前看 没了吧 没了 菜上起了 我点的太多了 没有 来都来了 放开了吃 放开了喝 喝一个 尝这个 这太会选餐厅了 这太好吃了 全是我爱吃的 那就好 你看着猪排 看着你好吃 一会咱咱咽一个 给它干了 来 咱们今天的目标呢 把这些菜 全部干光 再把这瓶酒 喝光的 不喝完不能走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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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儿养鱼呢在这儿 我都看这这鱼都吐泡泡的都 你看你看看 看 那小鱼都快跳出来了 不不不 这就对 喝喝喝 再给你来点吧 再给你来点吧 不是 我倒了 你说停就停 停 这 这 再来点吧 这快多少了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江总 吃瓜 吃 吃 太会选丁了 江总 不是一人一块吗 不好意思 我给忘了 你好 陈小姐 这是您之前预定的蛋糕 放这儿吧 好的 谢谢 非常好 细节很到位 等了你这么久 我还是很了解你的 了解我 嗯 多了解啊 展开说说 展开说说 嗯 你爸 吃东西很执着 猪排是吧 对 你每次都会点猪排 而且每次点甜辣黑 谢谢 你这个人啊 表面看起来大大咧咧的 其实啊 心最软了 总是把别人的事情 放在前面 自己的事情 永远在最后一个 你跟顾东吵架 也不是真的跟他生气 无非就是想找个台阶下 其实你心里啊 可在乎他 好 所以你这跟顾寻倒了一出戏是吧 啊 陈达 这么了解吗 你不能喜欢我吗 啊 陈达 你不会真喜欢我吧 好 喂 妈 我在外面呢 我马上回去了啊 你有毛病吗急 我妈 那个 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你先去忙吧 髒菜 общ Maxim 你是傻 怎么 怎么就 以为不见面多尴尬 反正话也说了 也说不回来了 我正常见面 正常工作 让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她 小姑娘 今天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 你男朋友呢 这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送给你 记得要 效果常开哦 拿着 拿着 谢谢老板 没事 没事 你去忙吧 这几天我和肃正受一本 叫海洋摄影的杂志影响 想要做一个海洋地图 这样呢 能让狭露的风格 更加多变一点 你觉得怎么样 我把天临给苏盛摆在一块儿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说你已经在做 概念美术的活儿了 其实上次做武器的时候 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那你想挑战一下吗 我可以吗 我可以吗 你愿不愿意担任 狭露的概念美术 嗯 愿意 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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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嘛 我来我兄弟家住啊 我来干嘛 我不方便 你有什么不方便的 女朋友不在家 呀 有千玲 你怎么在这儿呢 嗨 嗨 不是 顾学有女朋友 你不知道啊 你大晚上在这儿不太好吧 我不是说你不好啊 好 行 她太这样了 那我先回去了 慢点儿 我们在一起了 到现在呢 对嘛 早点说不就好了 别人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啊 走吧 你别赶我 我有事了 你过来过来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啊 我有一个朋友 他下属最近跟他表白了 那你 你那个朋友 怎么回答的 他说他不知道喜不喜欢他 就 逃 逃了 逃了 逃了算什么事 不是 不是 他不知道喜不喜欢他呀 所以他就 我呸 你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朋友啊 告白这种事还要让女生来 自己还没有勇气面对 算什么男人啊 所以是你 你朋友想问 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对方 你告诉他 现在想不明白没关系 可以慢慢想 但是 不要去伤害那个女孩 听到没 听懂没 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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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我 这口面子 行不行吗 我只只 吃 吃 小游戏啊 不至于 走 好 你干吗 不怕被人发现了 哪有那么巧啊 黄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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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霖 黄姐 上班啊 顾总 不用送女朋友上班啊 刚送完 刚送完女朋友 又来送女同事 顾总 时间管理大师啊 其实我们 顾总 你不要觉得我们千玲好看 人傻就可以任意欺负她 因为你 千玲在公司 已经承受过很多流言蜚语了 你不要因为自己的一己私欲 再影响到我们千玲 好吗 走 千玲 你再不给我一个名分 等下全公司都知道 我是一个脚踏两只船的渣男了 你们 你和他 是 我们在一起了 哇 我就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啦 终于承认了吧 不好意思啊顾总 刚才开玩笑的 我就知道顾总你不是承认 黄姐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呀 你们两个那么明显 我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啊 之前你们在咖啡厅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你们两个小猫腻 那你刚才懂 那我就想看看你们两个 到底可以装多久 倒数你这个臭钱力 我们两个难道不是好姐妹吗 怎么这么大的事情不告诉我啊 你已经是公司里 除了蒋军男以外 第一个知道的人了 真的啊 只有我俩知道 那也差不多了 所以啊 走 你跟蒋军男说了 你怎么知道啊 不重要 不重要 你先说 怪我 喝多了一时冲动我就 我真的发誓我再再再也不喝酒了 你监督我啊 不过我说出来 我反而又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了 皮球寄给他了 咋咋的吧 我就照常工作 那他要是不蒙了 想明白了跟你在一起了 你还会答应吗 不一定 再说吧 反正他已经知道了 我反而有一种 画上句号的感觉 嗯 没事 反正你说出来了 心里也好受了 现在的选择权 在你手上 嗯 我 嗯 没事没事啊 嗯 嗯 签链 签链 啊 心仪 借用签链一下 来来 那我出去一下啊 去吧去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神神秘秘的干什么啊 送你的 这是什么呀 我不要 怎么能不要呢 我特地买给你的最新款 特别适合你 不太适合我 你害羞啥呀 你想 你都已经是有男朋友的人了 这顾总吧 说不定是外边看上去冷酷 但是内心 不是不是不是的 不是的 你相信我 说不定你明天 就要来感谢我了 好 好 清凌 我电脑充电器坏了 准备出去买一下 嗯 等我一会儿换个衣服 好 好 去吧 挺好看的 喜欢吗 很喜欢 那 基 你拿回去穿两天 不用了 我先去买东西 这样会不会过于性感了 喂 千玲 你现在方便发我一下 零纸的圆化压缩包吗 很着急 要快点 好好好 我找一下 压缩包 千玲 怎么了 那个繁星让我给她发零纸的压缩包 但是我忘记在电脑回家了 她说我有点着急 你直接去我家用就好了 好好好 怎么样 收到了吗 她还在传 你稍等一下 你安心一会儿 我给你发过去的几个传送了 有事再跟我说 不辛苦 不辛苦 没事 搞定 顾雪 你回来了 阿姨 请问您是 我是顾雪的妈妈 我是顾雪的邻居 然后我家那个电脑坏了 所以我就过来接个电脑 然后她的电脑在床上 所以我就进来 你是千玲吧 我跟你妈妈是老同学 对对对对 我妈妈提到过您 你这睡裙 我 我平时不这么穿的 你不用这么紧张 阿姨又不是老古董 我说你这睡裙的款式挺好的 穿起来很好看 阿姨 您喜欢的话 我给您也买一件 行啊 我穿艾尔玛的 多少钱我给你转过来 不用不用不用 来 我们加入微信吧 阿姨把地址给我就行了 不用转件 那散我 好 买好东西了 在家等我了吗 那个 你妈妈来了 妈 我以为你在家呢 你去哪儿了 赶紧回来 我马上回去 快点 那个 阿姨 过去马上就回来了 要不然 我给您泡壶茶 好啊 走到外面去 千玲啊 你跟顾讯现在 你跟顾讯现在 那挺好的 那你们已经 同居了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我就助她对门 阿姨懂的 好 千玲啊 你介不介意 跟顾讯早一点定下来 妈 回来了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啊 不欢迎啊 那要不然 我先回去吧 这样阿姨可以和顾讯好好聊一聊 千玲 你别走啊 留下来陪阿姨吃顿饭 阿姨带来好吃的 好啊 那我先回去换一身衣服 行啊 你可以啊 臭儿子 你终于开窍了啊 女朋友还这么漂亮 来 那个千玲她喜欢吃什么呀 千玲啊她 她都行 她都爱吃 都爱吃 我跟你讲啊 千玲这个小姑娘 我是真喜欢 而且又是我同学的女儿 你可要好好对人家啊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欺负人家 你看我怎么治你 哎 放心吧妈 那个我去看看千玲了 去吧 千玲 我没有穿衣服 刚才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阿姨问我跟你有没有同居 然后问什么时候 能把我跟你的事定下来 我也很突然 然后脑子都卡合了 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有问你在哪上班吗 嗯 没有啊 等会儿我妈问到工作 你就说我们在北极星科技上班 再做人工智能 嗯 好 妈 我们回来了 妈 妈 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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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妈 你听我跟你说 是 还是不是 是 妈 妈 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妈 妈 我知道是我做得不对 答应过你不再碰游戏 但爸爸他既 你别跟我提他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你辞了这份工作 二 我没你这个儿子 向大家知道 没事的 可能阿姨 现在正在气头上 等一个两天 他消消气了 你再去跟她道歉 来 来 来 不好意思 谢谢蒋总 你要在公司养乌龟啊 他最近生病了 白天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想再到公司照顾 公司不能养吗 那倒没有 我帮你拿吧 不用了 蒋总放心 我不会影响工作的 谢谢 哪里来的小乌龟好可爱 我从你家搬出去之后 就开始养了 你也知道 我原来的性格没什么朋友嘛 所以在家就跟他聊聊天 但是最近小椰子生病了 我还挺担心的 怎么了 什么病啊 腐皮 也是乌龟的一种常见病吧 那怎么办 要不然我下班陪你去看看 我也想说要不要 他是不是很难受啊 你别碰 得了腐皮就是要晒太阳 你挡他光了 晒太阳能够帮助恢复 紫外线能够有效插菌 涂红霉素软膏 多多注意水质 你怎么这么关心啊 我从小养乌龟啊 我是看不惯你们这些 不科学饲养 心意 你有什么问题就问我 我都懂 这只乌龟对心意来说很重要 心意 你别听他的啊 保险起见 下班陪你去医院看一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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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去医院 医院更危险 很多病容易交叉感染的 欣妍 你觉得呢 姜总 还有十分钟开会了 资料发你邮箱了 你看了吗 我看 蒋军男怎么极器乖乖 非常疼你 管 我管他呢 斯戴拉 你一定要认真考虑考虑 考虑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王诺 最新的策划案 顾循啊 你来得正好 我跟斯戴拉正在商量你们部门的事情 你看啊 这一年公司给你们狭路 投资巨大 到目前为止啊 一分钱没赚 趁着目前形势不错 搞个预售吧 霞露目前 还没有预售的打算 这不是 计划赶不上变化吗 霞露收了这么多的钱 是时候给公司带来回报了 你怎么办啊 我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啊 国外那些游戏公司都能这么做 我们就做不了 除非 你们做不出来 一年就要看到一款3A游戏带来的盈利 这放在任何一家公司都是不可能的 不过请您放心 不过请您放心 我们目前的进度 已经赶超了合同上限定的三年 到时候 我们为公司带来的盈利和名誉 也会超越您的预期 行了 你就别给我画大饼了 我就问你 现在能不能马上预售回笼资金 不能 王董 这个阶段 我同意顾许的做法 你们又会知道 你们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问题啊 总要考虑考虑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吧 齐勒 终颜宁儿 你看这办 他们家这真挺好吃的 喂 你好 您好 您买的药到了 下手取一下吧 药 我没买药啊 您是陈女士吧 伟号是2825 我是 那就没错了 我在你们公司楼底下 麻烦您下来取一下吧 好 你稍等一下 我先过来 这么晚了 你还没回家 明天开会要用个资料 我想先帮你打出来 打印记卡住了 没了卡纸 没事 我打电话 找人来维修一下 没事 这点小事 我来搞定吧 嗯 蒋总 你这两天都有点奇奇怪怪的 你别多想啊 我之前是对你有点好感 但现在完全没有 现在就是一个下属 对上司的尊敬而已 你别想太多了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这么晚了公司就咱俩 你这传出去 对你是不是不太好啊 太没事了 我们俩光明正大的 怕什么 那我来 好 好 那个 你帮我拉一下这边 哦 好 这儿是吧 对 哦 不不不 这边这边这边 这儿这儿这儿 我拿个文件就回家 拜拜 谢谢大家 你靠近我的身边 洒下光点 盛开无数的想念 相遇的瞬间 又是熟悉的感觉 记得我吗 在某一天 擦肩而过 然后开始想念 开始想念 像一个人一天 惊讶与我的改变 多复杂的考验 简单聊聊天 在你的左边 心温暖一点 你靠近我的身边 洒下光点 盛开无数的想念 我心跳热烈 开始无法控制 想你的一切 你就在我的身边 梦的起点 你早已出现 每一天 我的梦为你是谁 记忆度和思念 决定忘记你一切 但是想念加倍出现 想念了解 我的灵感冒险 想用人海里面 心跳很快的蔓延 心在不停沦险 用我的直觉 不管多遥远 你是我世界 你靠近我的沉淀 洒下光点 盛开无数的想念 我心跳热烈 开始无法控制 想你的一切 你就在我的身边 梦的起点 你早已出现 每一天 每一天 我的梦 为你实现 每一天 我的梦 为你实现 我心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